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中逢三十 细念法事大义 尊敬的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佛妻 明天是最后一天 最后来做一个 总结的大回向 希望 我们这个回向当中 我们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家千建树 还有我们的五量节以来的累节 因亲在主 游行无行的众生 能够望阿弥陀佛 见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释迦牟陀佛在地藏菩萨 本愿经 很多次都劝导我们 要如何来回向 所以这个回向的功德是很大 如果用我们的真诚心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那这个回向的福报 这个回向的功德 那真的不可思议的 特别是我们的 这些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家千建树 累节因亲在主的 你看我们在地藏菩萨 那本愿经有一段经文 婆罗门尼问无毒鬼王 这些众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受苦呢 而且这个苦啊 苦不堪言 婆罗门尼都不敢看 不忍心看 太残忍了 无毒鬼王才给婆罗门尼说 很多原因 有一些因为四十九天内 没有家亲近书来回向 再加上一生 没有鸡公磊的一生 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最后堕在三恶岛 又没有人来为他回向 谁才受这样的苦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回向 利益是很大的 意义也是很有意义的 你看那个婆罗门尼 一回向用这句名号 加上他的修德 不仅仅度了他的母亲 周围的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 不计其数 因为他的真诚心 他的真心 来修行 来回向 没想到 这些无形的众生 在这个地狱当中 也能够获得 这么大的利益 不计其数 都升天了 今天如果我们用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来回向 那就不得了了 不仅仅升天 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个福报有多大 不知不觉 你帮助你这些众生 虽然我们跟他没有缘 但是以我们的真诚心来回向 他等于去成佛了 所以我们明天 要做一个总结 这个大回向 希望大家 把我们这几天 讲经的功德 听经的功德 诵经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通通回向 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让这些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 希望能够帮助 这个世间 大灾化小 小灾化五 也希望能够帮助 这些众生 他真的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我们 在这个大回向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用你那个心 发的菩提心 来为一切众生 来回向 那你想一想 这个福报很大 所以很多人 古人讲 量大 福就大 量小 福就小 如果你的小气 那就没有福了 所以一个人的福报 关键在他那个心量 所以要修福报的人 很容易 把你那个心量 能够跟虚空法界一样 你那个福报太大了 所以佛法确实真的 有佛法一定有办法的 这个办法都是最妙的 最有智慧的 那我们昨天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介绍 很多人 认为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样的厉害 但是中风果师呢 又在这个地方 又提醒我们 就算别人不相信 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我们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把它念熟 那夜熟啊 他的力度就夜高 你把这句名号念得夜熟 感应就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一遍的 一遍的在提醒我们 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个念佛之人 你要不断的这样子锻炼 把这个习惯养成你自己的习惯 那将来念佛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句名号太简单了 太方便了 这么简单 这么方便 这么容易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成佛吗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成佛吗 很多人怀疑这个 佛所讲的这个道理 但是中风果实又告诉我们 但是只要你真心信念 你不断的真的去锻炼 能够帮助你这一生 所得到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是真的 你看那个 我们的净土中 第四代主师 我们的净土中 第四代主师是谁啊 谁啊 法造大师嘛 法造大师啊 有一天啊 到五台山啊 去朝拜的时候 他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刚刚到五台山的时候 谁来接人啊 来接这个法造大师是谁啊 像师父比如说从印尼到澳大利亚到雪林 在机场来接的是谁 物行法师吗 是吗 不是啊 是我们的总干事啊 但是这个待遇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很好了 如果今天我到雪林 突然间是我们物行师父来接 那不是 接受不了 是不是我有问题了 是不是我到这个雪林有成了问题了 但是呢 这个法造大师啊 到了这个五台山的时候 谁来接应啊 谁呢 文殊斯利菩萨来接应的 这种待遇啊 那个面子太大了 你想一想 文殊斯利菩萨 是现代的大菩萨 也是古佛再来的 也是曾经七尊佛的老师 到了五台山 文殊斯利菩萨来接应的 师父 很喜欢到我们的中国 去朝拜 每一年几乎都会带着团体 到中国去 到国内 每一年几乎 不是到九华山 都是普陀山 五台山 尔美山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很殊胜的地方啊 都是带着团去的 去参拜 去朝山 也去过文殊斯利菩萨 曾经出现着在那个道场 好久的好久的一个道场 在一个山顶 五台嘛 就是中台的那个中台 中间的那个五台山 有南台 北台 西台 最高点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个 我跑到这个地方来 哇 那个地方啊 那个道场啊 爬楼梯的 好高好高的 我看到好多人啊 就是三不一拜的 好殊胜 但是现在疫情啊 没办法呀 真的 跟大家到那边 没有去讲经 只是去那边拜一拜而已 去朝拜 去感受到这些 诸菩萨 在我们这个中国出现 你想一想 这个法造大师 到了五台山 文殊斯利菩萨来接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召呢 你看那个民国 也是可以说 清朝末年 那个虚人老和尚 到了五台山 三不一拜 为了要报答他的母亲 养育 生育之恩 三不一拜 拜到五台山 差一点没命了 谁来救 文殊斯利菩萨来救的 化身来救的 那为什么这些主师大德 我们在往生传里面 净土圣选录里面 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感应呢 凭什么呢 他的真心 真心而所感动的 所以古人讲得好 成则灵 你不成怎么能够灵感呢 所以 法造大师到了五台山的时候 见到文殊斯利菩萨 直接了当问文殊斯利菩萨 他说 菩萨 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们的众生 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的众生的根性 一来一落 不如以前 再加上这个时代的诱惑 时代的着恶 要修什么样的法门呢 这个众生 时间能够很快速的 能够顿超实地 实地就是成佛的意思 很快的 能够超越 能够成佛 但文殊斯利菩萨 直接了当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呢 一句 念佛 是最好的 但是法造大师 又在请法 死方诸佛如来的名号 太多了 我们要念哪句佛号呢 文殊斯利菩萨 也直接了当告诉他 西方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比佛我愿力 不可思议 你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而且文殊斯利菩萨 事先说法 念这个佛号 给法造法师听 所以后来 传下来 这个武会念佛 就是从文殊斯利菩萨 传下来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最后 文殊斯利菩萨 告诉法造大师 他说什么 下面那句话很重要 文殊斯利菩萨 告诉法造大师这样讲 他说 只要你真心 只要你真心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不断地去锻炼 你好好去念 你相信 你对这句名号从来不怀疑 你好好来去念 用你的真心来念这句名号 文殊斯利菩萨 告诉法造大师 将来最后 你会得到什么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没想到法造大师最后变成我们净土中的 第四代主师 成佛了吗 文殊斯利菩萨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很深刻的 道理很深的 你要真心去念 我们现在跟法造大师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有这个真心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心发不出来 什么样的原因 那这个自己要去思维了 因为经上讲的很多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 但是修行在个人 你怎么修行 那就看个人了 那讲完之后呢 法造大师非常的深信 非常的感恩 原来这句名号能够帮助我成佛 没想到真的成佛了 但是这个法造大师 看到这个文殊斯利菩萨的道场 金碧与辉煌 好庄严 非常的庄严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看得到 我去了舞台山 去了很多次 也没有得到这种的感受 心不够沉 不能怪菩萨 怪我自己 很多次都没有见到 说明我们这个亲 不够尖尘 其实不是文殊斯利菩萨 没有在那边 有 是你自己没有去感受到 但是那个气氛有感受到 因为你在拜的时候 那个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 是真的 那看到这个文殊斯利菩萨的道场 金碧与辉煌 所以告诉文殊斯利菩萨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修行 这个地方太好了 太安静了 太殊胜了 但是文殊斯利菩萨直接 老当告诉他 不可以 你赶快回去 回去做什么 好好念佛 将来到西方几个世界 去见到阿弥陀佛了 以后再来这个地方 我欢迎 现在不行 真的耶 说实在的 如果像今天 像我 我在澳大利亚 雪梨住了 两年半了吧 将近两年半 如果能够不回戏 我不想回去 我想要再住 住几年在这个地方 一两年 真的 很安静 我也不想处理很多事 要不然我每天 我们师父那边的事情太多了 一天两天 那个电话太多了 所以最近 最近用了两个变化 没办法 这是要避免 所以师父 这个月底要回去 27号 一个是因为父亲一周年 一定要回去 不回去不行 一周年 这个不回去 人家会怎么想 不孝子 出家了 这样 六亲不认 这个是不好 这个 会给人家一个不好的印象 连释迦牟尼佛 都懂得怎么样的 去道立天 为母说法 做一个好样子 真的 但是文书施利菩萨不给 你赶快回去 什么意思呢 西方极乐世界更好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念佛 这句名号 很简单 很容易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诸佛 菩萨 一切大菩萨 很多成佛 都是靠这个方法的 连释迦牟尼佛 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古人常讲的 最高明的方法 往往就是最简单 最方便的 最容易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社会 现代这个科技的发达 我们可以感受到 也能够有个证明 像以前我们 那个科技还没发达的时候 我们每次要借一个 这个文件 要寄到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我们很不方便 很不容易 你要把它寄到外面去 很多天才能够得到 金赛我们不用 只要你电脑一打开 你把这些资料文记 寄到信箱 几秒钟 一分钟 就能够得到了 很简单 像以前我们要打电话 打电话要打到国外去 或者打到外地的 你要花很多钱 你不钱 没有钱怎么打电话 而且有时候 又打到走到外面去打电话 很不方便 你现在你看 你要打到哪一个国家 24小时尽量打 都是免费的 而且又能够视频 是不是 我像我又每天打到印尼去 很容易的 你像我们那个护法 印尼有个护法 他的家里 两个女儿 一个孩子 在美国读书 他家里 装了一个电视 好大的电视 每一天晚上 就跟他的儿女 视频 讲电话 他显出来 整个人 好像在你的面前而已 好像很近 那个感觉 所以现在这个地球 好像是地球村了 没有距离了 好近好近的 很简单 所以现在这个生活里面 真的 人家的追求 越简单越好 你看我们昨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那个发动机 那个发动机的动力 它的力气很强 它这个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力气从哪里 就是从一圈又一圈 的运转 它的动力 才能够有这么力气这么大 如果这个机器 不断地重复 一直在重复 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转 它会转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密度越高 它的力量就越大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我们念佛的原理原则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能够念佛 就是什么 中文果实讲的 不断重复而已 如果大家能够重复地去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无论你怎么念这句南无 出声也好 不出声也好 默默地念也好 你一直重复 重复地念 念到你这个密度越高 那你这个念佛的感应 越来越出生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念佛的秘诀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不断地去念 不断地去念 一遍一遍地去重复 不要太短 你要很长很长地 常常被他念 一遍一遍地去念 所以中文果实用这个比意 其实来提醒我们 像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人越简单 身心越健康 如果搞得太复杂的 生活很辛苦的 比方说你跟一个人的交往 如果这个人很复杂 很麻烦 你能不能跟他交往 很难 但是这个人如果很简单 不喜欢计较 喜欢来喜欢去的 像这些的人 你喜欢跟他交往 很喜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中文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这个道理 教你要重复 一直重复地念 把它念熟了 佛号就容易了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念佛这么难 专心这么难 很多障碍 种种的 而且有时候业念 心无法能够定下来 什么样的原因呢 没有把这句念佛念熟 你念熟了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很多人说 一天一万 一万不够 那几万呢 至少十万 输家 师父就有人说 师父啊 如果一天十万 那干脆什么都不用做了 他说什么呢 干脆我去出家 不是更好 什么是不用管 也不用吃 也不用做 天天出家 念念佛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谎念主老居士 一天十万生 我们啊 念了一万生 感觉很了不起 跪在那个阿弥陀佛的面前 阿弥陀佛 我今天跟你报告一下 一万生了 不错 结果我 明天再继续跟你念 明天不到五万 明天不到五千 所以啊 要定下来的功课 越念越快 越念越多越好 你看以前啊 以前我小的时候啊 很喜欢看那个武侠 那个小说啊 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有没有 武侠小说啊 像师父最喜欢看的 以前 还没出家了 不是近在了 那个师父以前很喜欢看的是什么 神雕侠礼 神雕侠礼啊 你看那个杨过跟那个龙女啊 他那个功夫啊 可以说啊 是武林高手啊 但是他怎么念成的呢 他的功夫也简单了 很简单 只是把它重复而已啊 把它念 经里面所留下来是怎么样的 他是怎么样去重复一直念 成为武林高手 你看这个神雕侠礼子里面 有一个叫个疯子 疯子是谁 欧阳风啊 欧阳风不但最后死得很惨 后来啊 变成了一个什么 疯子 为什么呢 搞得很复杂 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就无力你们去看武侠小说 不是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像我以前啊 我以前啊 曾经啊 有看过一段故事 真的 所以有时候很多一种 越简单的方法 只要这个方法 我们能够重复的 听话的 去练习 慢慢的去练习 练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重复到什么程度呢 你能够发出一种力量 而且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你这个练习的功夫 练成功了 像我以前啊 曾经有看过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 在他的这个当地啊 常常被人家欺负 欺负啊 欺负啊 欺负好难受了 被这些地基组 这个地主 有钱的 很霸道的 被欺负的不得了 所以那怎么办呢 他的父亲 就鼓励他呢 去哪里 跑到去少年寺 学功夫 去学学艺 学艺术 然后这个年轻人啊 到这个少年寺的时候呢 去遇到这个师父们啊 遇到这个老和尚啊 跟他讲他的来历 而且很真诚心的 去练习 后来啊 师父们啊 老和尚啊 把他缩留 然后呢 把他缩留在这个少年寺里面 像我以前的时候 小的时候啊 我们几个朋友啊 也常常被这个 连接大人啊 欺负 好难受耶 然后我们有一天啊 我们跟这个几个 这个同 好朋友啦 我们的好朋友 就跟这个大人讲 讲什么呢 你现在可以欺负我们 因为我们小 但是有一天啊 我们长大了 就宰死了 我们几个人 七八个人 你想一想 你们常常欺负我们两个 我们七八个 我们小的时候 你们七步没关系 但是我们长大以后啊 要小心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老了 我们还年轻 来哦 来算一算 以前小的是这样的耶 现在长大没有啦 找人家报仇干嘛呀 对不对 然后这个年轻人啊 他老和尚啊 就跟他讲了说 你现在不用着急 写功夫 我派一个工作给你 什么工作呢 这个年轻人就问 这个老和尚 你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要挑水 然后把这个水呢 放在哪里 放在两个大缸 把这个大缸啊 把它 把这个水弄满 那弄满之后呢 你用你那个两个手掌 去拍水 把这个水呢 拍到什么 把这个水全部卷出来 就是没有水了 然后呢 你又去雕水 把这个水又充满了 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 跳的拍 拍的跳 所以这个年轻人 有一点很委屈啊 很不满 我是来写功夫的 你为什么老和尚 拍的跳 跳的拍 那个什么功夫啊 好难接受 所以啊 像我们以前 那个异形和尚也是一样 刚刚出家 他的师父派他去做什么 洗碗 他很不满 我是来出家要修行的 你叫来洗碗 洗碗哪里修行呢 其实洗碗就在修行 像师父刚刚出家也是 刚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去做什么 洗厕所 好难受 我洗厕所 这个真的好难 那一天两天 这个年轻人 可能师父在 在锻炼我的耐心 但是没想到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也过去了 师父也没有教我一手 也没有教我什么功夫 我心里好难受 你想一想 现在的人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教他 不要说三个月 一个星期跑了 没想到三个月 他也没有教一个功夫 到了第一年也没有教 第二年也没有教 第三年也没有教 那个时候忍不住了 忍不住怎么办呢 找他的师父 就是老和尚 去评礼 师父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了 你没有教我一手功夫 如果你还不教我 我要另起高明了 我也想离开了 我不想再住了 我也不想学了 他的师父就接着 我当跟他讲 你不想离开 洗了 随便你 是你愿意留下来的 我也不是留你的 是你自己要来的 也不是敏强你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 他这种委屈嘛 气化嘛 没想到他的师父 把他当作真的 他真的离开了 离开下山 没有人接受 因为穷嘛 后来乖乖回到家 回到家 他的父亲 看到孩子回来了 不错了 以为他的孩子 这个三年一定写了 一个很大的功夫回来了 所以把他这个邻居 附近的这些 知人明度的这些人 就是以前很喜欢来 来欺负他的 这些地主 这些有钱人的 全部通通来 请到他的家里 就是要来给大家看 让他儿子能够表演一下 让大家给他看 没想到 他儿子坐在桌子的时候 他发发 父亲跟他讲 你三年难得在少年市 一定了不起的 功夫一定切得很高的 你要表演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看 留一出法吧 看一下 他的儿子就告诉他 没有啦 没什么学习 没什么学习 他也自己也不敢说 也不敢 可能在大众讲 我到那边只是学 拍了挑 挑了拍 也不敢说嘛 然后呢 很客气的 一句话没讲 我很全息 我真的没有学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 哇 这个孩子 太了不起了 很尊重他 很赞他 不但学了好的功夫 人又谦虚 一个人 眼睛有时候真的 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很多烦恼 就是什么原因出来的 喜欢去猜测 猜测啊 乱乱猜测 后来给自己烦恼了 但是他的父亲 很忍不住 就骂这个儿子 一而三 三而一 一直在劝道 你要缺虚 也缺虚有个程度吧 大家都来了 你应该表演一下 给人家看嘛 不要神长不落索嘛 赶快表演一下 他的儿子跟他讲 我没有 我真的 我没有 父亲啊 一发脾气啊 给他逼急了 一逼急啊 因为他平常啊 就是喜欢这个什么 拍了挑 挑了拍水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手啊 这个手掌啊 一拍下去啊 就是逼急了嘛 在这个桌子上 一拍下去啊 整个桌子啊 粉碎了 粉碎了 整个桌子不见了 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这样的功夫啊 哇 哇 你真的了不起啊 哇 你写什么功夫来啊 整个桌子啊 都不见了 就粉碎了 那个时候啊 这个年轻人才知道啊 才觉悟啊 哗然大悟 大悟什么呢 原来我一门进入啊 师父教我的功夫啊 都是五年最高的功夫啊 但是他不知道 练成了嘛 因为他每天都是拍这个 拍水嘛 拍了挑 挑了拍 每天的拍 每天的锻炼 没想到 他才悟出一个道理 功夫好的功夫 都是从这日常每天 不断重复的锻炼 功夫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今天你想一想 你今天等一下回到家里 看看你们家里的桌子 你一拍 拍一下 那个桌子能不能分碎 不但没办法分碎 可能你的手会痛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年轻人啊 才悟出这个道理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 也是一个一样的道理 所以看到这个故事呢 听到这个故事啊 可以来帮助我们 这个故事来发起我们 我们内心的那种锻炼 所以佛号好不好 是从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天 每一个 是从你这个心而锻炼出来的 我们不是那种上上跟得 今天念佛 今天马上成功了 没有 我们不是慧能大师那样 听到一句 因无所住 耳声起间 马上大彻大悟 闽心见性 我们听了几千遍 几万遍 因无所住 耳声起间 不但没有开悟 心那个悟啊 越来越多 这个悟啊 就是讲我们的烦恼 我们没有那个上跟 所以中风果思啊 在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要我们 在这个三十七年 叫我们要一遍的 一遍的去锻炼 去炼成 把它炼成 那我们今天念佛 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啊 常常啊 说话 你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有什么了不起 锻炼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有一天 有人问你 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有什么了不起 值得给大家分享的 你看那个 过去我们的净土宗 第二代主师是谁 是谁啊 善导大师啊 善导大师 每一次在念佛的时候 他的每一句佛号 他的口中啊 会出什么 一道光明 你说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好厉害 不仅仅 善导大师 少废大师 每一次在念佛号的时候 每一次哦 每一句佛号 每一句哦 他的口中会出什么 一尊化佛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今天我们呢 念佛呢 喊破火龙 有没有光明 不但没有光明 可能处啊 我们的口啊 会冒烟 也冒出来了 是不是 可能啊 有口水 这个口水啊 吐好多的口水 哦 你不相信啊 你看那个 我们做伟诺的 还好他戴口罩 做三十七年代的时候 我念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口水一直噗出来 因为 因为呢 我们很多次 有这个经验啊 我有一次啊 我秋木仪啊 我那个吻 我那个哭泽一直噗出来 所以我们啊 你看这句名号 散导大师 绍康大师 不仅仅啊 他们两位 好多 一念佛都是出 都能够放出一道光 是个厉害不厉害 好厉害的 他们会怎么样的成就呢 为什么成就 都是从什么 从每一天锻炼出来的 你锻炼啊 时间倒了 你会念到一种功夫 功夫不可适宜的 那今天我们念佛 跟大师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的功夫没到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啊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不能小看 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 其而不持 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换句话说 你一句的接着 一句的 用你的那个真诚心来念 清清楚楚的 就算念得慢 你听得很清楚 念得很清楚 其而不舍 持之以恒 你那个佛号的功德 逐渐逐渐的 在你的心中里面 都能够感得到 所以啊 佛在经上 无论在五量寿经 在这个阿弥陀经 或者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是告诉我们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适宜了 你要这样的锻炼 不能断絮 所以应光大师 中风果师 特别是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西念里面 告诉我们一桩事情 教我们怎么呢 念佛不要太短 越长越好 越多越好 不要念一句两句 因为如果我们念一句两句 只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善缘 只是修一点善根 修一点福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念佛的功德利益 它的明显 不会那么明显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风果师呢 下面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请合掌大家来一起念 清称 家号 鸭 群 晕 经文 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清称 清称这两个字 最主要的是指什么呢 不是指具体的数目字 它不是 不是说你有念几声 没有 它不是指这个地方 清称 家号 鸭群 清称的就是 你教刚才讲的 一片又一变的 你把它念了 念多了 把它念佛念到什么 要勤肯 那种勤肯 去念 念到熟了 熟到什么程度呢 熟到你那个心中 当你念头一起 当你这个念头一起 阿弥陀佛就显出来了 所以古人讲得很好 古人讲的一句话 常常提醒我们 生处 转熟 熟处 转身 就是叫你 要念熟 你不念熟呢 行吗 不行 这个就是主使大德 叫我们这样的念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堂 在这个地方来念佛 目的 用意是什么 就是要来锻炼 来练习 练习什么呢 练习你这个念佛的 养成一种习惯 如果养成习惯了 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那真的很容易了 水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七年 他劝导我们 不仅仅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你要去练习 你要去锻炼 因为在这个念佛堂 依重靠重 我们不容易懈怠 对不对 如果大家在念佛 你躺在那边 坐在那边 好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很多 这个念佛堂里面的人 佛号一做 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念 慢慢的 一分钟 两分钟 那个心开始慢慢的 入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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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有这种的经验 有时候 念到几分钟开始 五分钟 打个睡了 胡思乱想了 一大堆了 那没办法 所以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什么 在平常 在生活里面 你也要去练习 久而久之 慢慢这种的习惯 变成你的养成了 在一切处 一切时 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个名号 随时随地 这句名号 你能够相应了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那如果 念到这样的程度 那这句名号的功德 利益就不可信 所以我们 很清楚 很明白 黄打铁 为什么 念了三年 到最后 欲至死至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 他把它锻炼成光 成习惯的 天天打铁 一边打铁 一边念阿弥陀佛 一边打铁 一边念阿弥陀佛 就算没有打铁 他变成习惯了 习惯变成成自然了 佛号自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中文果实告诉我们 在那个时候 我们虽然 这个心中念佛 就算没有看到光明 但是至少你的心里面 至少 你那个心里面 那个正面 从来不会走遍 所以我刚才 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念佛 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低的 就是念到清净心 这个最低 不能再低了 如果连这个心 不能清净 往生不了 所以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起码 你那个心 那个正面 不会走遍 没准啊 如果我们能够 用你的真心 把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下去 到最后可能会放光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说清楚一下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也不要过于执着 执着什么呢 今天念佛 我为什么没有放光 今天有没有放光 今天为什么念佛 念的心得很乱 昨天念的 念的很乏喜 前几天我念的很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不要去执着这个 只要大家把它培养习惯了 多念 念熟了 自自然然了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 感受到什么呢 感受到佛在经上所讲的 功德利益不可适宜了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们净土圣险路里面 往生传里面 他们念佛往生西方解决的世界 凭什么 就是天天锻炼的 他们不认识字 也不懂得听经 也不懂得讲经 也不懂怎么样去诵经 天天都是锻炼 念了我们南无阿弥陀佛 就这样而已 很简单 就是这个故事 最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最后 我有认识一位老居士 这位老居士已经念佛往生了 而且临终的时候 欲知死至告诉他的太太 阿弥陀佛来了 我要跟着阿弥陀佛走了 讲完就离开了 火化之后 很多设立子 他住在印尼的雅加达 我这个老人家 他的认识在哪里 几年前 师父带团到九华山 到九华山 到九华山 去参访 地藏菩萨 化身在他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老的道场 在那个地方 讲心说法 我在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刚好我们在拜的时候 有几个人 坐在那个大殿 坐下来 好像在静坐 在静坐坐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事实的 那坐下来 那这位老人家是姓黎的 他呢 他有一个习惯 出生 从小 眼睛都会看到这些众生的 所以他很烦恼 他看到这个众生 这些鬼啊 这个太阳一下山 好多耶 真的好多耶 但是他也看到这些鬼呢 也有福报的鬼 有福报的鬼 不怕太阳的 他跟我讲 好多这些的事情 那他跟着我到这个九华山的时候 他突然间 看到了这其中很多人 在静坐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头顶啊 常常有出一道光 而且这一道光啊 都是显出来地藏 地藏菩萨像 地藏菩萨像 所以他告诉我的时候呢 他说 师父 你能不能先不要离开 我要等这个人 结束之后 我要想问他 他在做什么 我们等了大概四十五分钟 将近一个小时 在那边绕佛 在那边拜诵经 反正等他啦 既然他要求了嘛 我们就等他了 那等他之后呢 这个人啊 起来的时候啊 心理居士就问他 问他呢 你刚才在做什么 这个居士怎么讲呢 我刚才在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恍然大悟了 原来念佛的力量 有这么大啊 心里面所想的是 地藏王菩萨 显出来的都是地藏王菩萨 今天我们的心 如果想的是阿弥陀佛 显出来都是阿弥陀佛的 如果今天你的心 都是烦恼的 都是贪争 是慢语的 明文立养的 显出来都是样的鬼怪的 这是真的 不骗人了 他没想到这样 从这个地方 他开始觉悟了 原来诸佛菩萨的名号 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吗 然后呢 我就该介绍 念佛这个法门 修行可以以地藏菩萨为基础 但是以主为本 还是以阿弥陀佛为本 他真的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五年 没想到他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以前喜欢看到这些的众生 越看越少了 没想到后来 五年的时间 念佛一直死至完成西方经度 有人问他 你怎么念的 培养习惯 不断地去锻炼 不断地去练习 你把这句念佛练习了 念熟了 不可思议的感应 都会出现 所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佛所讲的话 一个都不讲 都是真的 念佛之人 都是在放光的 而且 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经常告诉我们 四十里光明 都在能够着身 磨不能犯 真的 所以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为法 为心照 一切法 重新降生 原则在这个地方 只要你把那个心 正确了 正念的 无量 观无量 说经所讲的 事先是佛 事经做佛 你要做佛 把那个心修好 心修好了 成果就很快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这个方法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很多人说 我也念 他也念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 功夫在哪里 发现在哪里呢 有人念佛会很感应 有人念佛 为什么不能感应 有人念佛 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为什么有人念佛 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有人念佛 能够见光 有人为什么念佛 不能见光 有人念佛 为什么能够见佛 为什么我们念佛 我不能见佛 有人念佛 为什么心里很发喜 为什么我们的心 为什么不能发喜 区别在哪里 功夫在哪里 区别在哪里 什么的原因呢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简单给大家说明 这个 就是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世西念 简单来为我们提醒 劝导佛号 主师大德 他们的成就 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他们慢慢地锻炼出来 就算我们念十年二十年 没关系 继续念 念到有一天 我相信 这个感念会出来了 不用去执着 也不用去想 他自自然地就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世西念里面的劝导 我们要听话 要老实 你看很多 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那些生活 活得很辛苦 就是因为不老实 太聪明 聪明过度会出问题 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还是老实一点 老实一点好 老实有福报 真的 师父写了很多年的经教 都是悟出这个道理 人一定要老实 要听话 要不然我们怎么念佛 将来怎么能够成就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有缘 有这个缘 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很短处 真的很短处 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无常都会来临的 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因缘 这个人生真的太短了 很苦 世界所有的一切万物 不要过于去执着 真的 尽量放下 尽量看破 看得开就看得开 不要放在心上 所以我常常讲 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 老儿上教我们 为什么要看得破放得下 看得破的果报是什么 都是智慧的 你能够放得下就是福报 有福报 有智慧 念佛怎么能够不往生 所以这个都是很深的道理 以前我们常常说 教我们要看破看破 那为什么看不了呢 看不破呢 你一看破了 你的智慧就来了 真的 所以好好念佛 好好用功 在这个世上 尽心尽力 就好了 因为尽心尽心 都是圆满的 一切 随缘而不叛缘 这样的过生活 比什么更好 而你不听话 没关系 老公也不听话 无所谓 他也不听话 我们尽心尽力 互相配合 没办法 真的 好好照顾自己 把这一句名号 做出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能够相信这句名号 能够相信这个西方世界 佛教不是迷信 念佛不是消极的 念佛是帮助我们明白 这个事实的真相 祝大家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祝大家身体健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